美国联邦调查局FBI16号坦承 他们在1月5号曾接获电话线报 警告犯下佛州校园屠杀案的克鲁兹 拥有枪支、有杀人欲望 并扬言要攻击学校 但FBI忽略了这一则线报 并未采取行动 造成悲剧的惨声 佛罗里达州州长史考特对此表示不可接受 要求FBI局长雷伊辞职下台 除了1月初的电话线报之外 事实上去年秋天FBI就曾经接获通报 指YouTube上面有一个名为尼克拉斯·克鲁兹的用户 留言想成为校园枪手 FBI虽然曾经调查这一项线报 但一直到克鲁兹犯下大案 才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 对此美国司法部长塞辛斯发表声明表示 显然警告标志就在那里 FBI错过了线报 让我们看到了种种失败导致的悲剧结果 塞辛斯已经下令副部长审查FBI处理线报不当的问题 根据FBI的说明 1月5号有关克鲁兹的电话线报是打到FBI一般的电话号码 照道理说如果通报情况严重的话 应该会进一步的将警告传给麦哈密FBI的办公室 但这一项程序并未进行 再加上提供线报者并未具体描述克鲁兹可能进行攻击的时间和地点 仅仅提供了有关克鲁兹的详细资讯 因此并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调查 但根据当地警方的说法 近年来曾经接获大约20通跟克鲁兹暴力行径 以及威胁言论有关的报案电话 他的住所也常常有警车前往 FBI未能防患于未然的消息传出之后 令南佛罗里达州当地居民相当愤怒 许多人都认为如果FBI能够善尽职责 这样的大屠杀暴力行为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以上是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的整理报道 민文部罗里达州兽导 議案 matar立орон 抓换 编码 课